今天风特别大啊 防风大作 风特别大 整个地毯挂了都到处作响 咱们的早饰啊 没注意 这个老板这里有几个火 我们来看一个 一个画人物的 物画片的一个茶盆 就老板的大体的东西都比较开门啊 咱就主要是看一下画片 这个年卖多少钱 卖4500 都我还不买了一样的 三千多都买不了吗 市场价位没有 关键还磕了又不全民 不能卖就算了 走走 所以到市场上很难逃东西啊 今天其实有一些外地的客商来摆摊 有些货还可以 但是价格都乱报了 就市场价一两千东西 他们要报到七八千 就是疯了 我都给他们回一句话 你认为我不懂吗 你是当我不懂吗 像这种糊啊 简单一点的东西 我们买的比较少 还是找一些特殊的东西啊 当然有些特殊的东西 你也得自己看清楚 这个是一个明代鸡心碗 然后又里红的一个脸皮 这个我们就不看了 看点一眼后的东西吧 这里有一个带盒装的一套象棋啊 这个象棋以前我给你们云过啊 那都基本上没有盒子 也很难配到盒子 而且我也不太知道要配什么盒子啊 因为一般我们现在象棋都有自己的一个象棋盒嘛 原来他们到底用什么装的 我也不是很清楚 而今天在地上上面看了 这么一个盒子 还可以啊 这个盒子 不管它是配的 还是说原来就有的 还是有点意思啊 而且正好尺寸也合适啊 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这个抽盒 它这么抽出来的 这种一般都是晚清民国的这种旗子啊 一排有8个 总是3个2个 这个不少几吧 没有 蛮整的 卖多少钱 好了搞不搞 不会低 不会低 怎么办啊 这真的700块 我们就把这套象棋干下来了 现在我们检查一下这个品相 这个用盒子装的还是蛮显档次的 抽出来 其实我现在买东西 我就喜欢买一些好玩的东西 大不大的无所谓啊 高不高低的也不是很重要 但是一定要有趣好不好 应该是正常是32个啊 一方16个 这个以前我们也买过啊 这种旗子呢 其实单个好买 就一个一个的 在我们这里就很多 但是你要凑成一套是非常难的 以前我是 就差几个都凑了好几个月才凑到 所以它其实 你要自己去凑的话呢 其实很难很难啊 因为这种有形状是吧 它是个梅花形 它不是说你那一形状都能够搭配出来的 你得按照形状搭配 很多事情比你们想的都要复杂都要难啊 清白就这样算了 盒子还挺好的 真的就正好合适 这是全的红木啊 红木有好红木有差红木 是好红木 大红木 放在这个盒子里面 自己玩一玩用用 下菜集还都很好的啊 买下成交 好像是今天买的第一件东西 你看风特别大 大风里面淘宝 大风几夕云飞也一样 古玩市场是减宝的 服务